谁说有了年纪就不能追梦呢 来看这位超过70岁的孙国祥 他是港都电台副董事长 资深的广播人和经营者 也在诗词造诣和小说上受到了肯定 但没想到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画画 后来在朋友的协助下 别出心裁用琉璃作画 还和拿手的诗词结合 让他完成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绘画梦 五颜六色的琉璃粉渲染在画板上 利用色彩堆叠画出树的深浅阴影和古色古香的庭院 你看那个树啊 这些大门啊 那个斑驳的感觉啊 我就感觉就 好像突然又回到那个小孩子的时候 对画作充满想法的孙国祥已经70岁 其他没有绘画基础 全靠一股热忱 本身是资深的广播人和经营者 在诗词造诣跟小说上受到肯定的他 小时候其实就对画画很有兴趣 但到最近才拿起画笔 那我当时说爱我就画 他说没有关系 来我们在玻璃上在琉璃上来画就跟人家不一样 这样的话可以读出心裁 比较不一样 当然我全心投入了 我觉得这个让我 有热情还不够好友陈宗翰上场艺术玻璃设计协助孙国祥研究火候画色让他作品更趋近完美 那个升温到降温 我们要需要要有三个工作天的时间 所以一幅画他要制作 那个能够满溢 其实相当相当困难 而且当我们在开辱过程当中 他不一定完全都会成功 要求非常非常高 他觉得他那个琉璃画 画得不是他满溢 我们就把它打掉再重练 现在两人合作下已经完成超过40多幅作品 包含风景和人像等等题材多元 孙国祥也持续创作 希望能够办个人画展 也展现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毅力和精神 林璇邓山田高雄报道